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中天新聞 開放新中國節目 AI也是人工智慧 被認為是21世紀改變人類生活 最偉大的發明 美國白宮一份報告指出 中國大陸在AI的深度學習領域 所發表的論文數量 已經超越美國 而知名的國際會計師 事務所也指出 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增長 到了2030年 將會使得全球的GDP 提升到16萬億美金 而其中半數歸於中國 確實中國大陸也從不掩飾 想要借助AI 實現國家復興 以及重返世界領導位置的雄心 而隨著這個深度 學習演算法的成熟 大陸首先在電腦視覺 還有聽覺的領域 獲得重大突破 像是電影中 我們常常看到的人臉識別 目前已經在生活 消費 防恐 等各個領域大顯身手 可能你現在感覺 還不是太明顯 但人工智慧的確 開始在各個角落 守護我們的安全 1998年 好萊塢電影《全民公敵》將侵犯隱私的監視器世界搬上大螢幕後 不管當時的你相不相信 他終究預言了一個充滿機器之眼的世界即將到來 比如說不太識別 靠你走路的姿態 靠他但沒戴帽子 戴什麼樣的帽子 穿什麼衣服 什麼顏色的衣服 什麼鞋子 甚至什麼品牌的衣服 都能識別出來 電影中人臉辨識的劇情 在幾秒鐘內完成與幾十億數據庫 比對的圖像辨識技術 其實已經存在在我們身邊 所謂的機器之眼 從能看見到能看懂 發展神速 早已經不是你我能夠想像 掃臉就能進門 刷臉就能支付 在金融領域應用上 你的臉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盜用 因為電腦有能力分辨 機楼前究竟是真人 還是面具或圖片 這也代表著 過去必須本人親自 零貴辦理的業務 未來都可以透過手機 隨時隨地就能搞定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有一些隨機的 這種動作的序列 所以本帳來 無論是一張固定的照片 還是一個預先錄製的視頻 你可能都是一個固定的模式 而我們可能因為 有不同的動作組合 我會給你臨時 會給你一些指令 所以只有一個活人吧 他才可能非常好去做交互 不再僅僅是影像與圖片的記錄者 電腦變得能判斷 能分析 甚至能讀懂我們的動作與表情 賦予電腦這種功能的 是一種叫做深度學習的運算法 就是它讓大陸人工智能近年的發展 像是打通了任督而埋 算法這個東西 實際上很多年前都有 但是因為計算能力的不夠 所以它一直算法沒有承受起來 而在這個時點 正好算法借助這些的 雲計算大數據的力量承受起來了 更重要的是比如說製造業 供應鏈業 還有包括我們那個數據分析的等等 這些能力都承受起來了 所以正好在這個時點 人工智能能落地能商用 內力突然大增的中國大陸 在全球人工智能大潮中 佔上了浪潮之巔 根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2017年全球50大最聰明榜單 中國大陸就佔了五分之一 而年僅28歲的印齊 與它同樣年輕的團隊 就衝進了這份榜單的第11名 中國這麼多IT人才 中國有最大的人口 同時這裡面可能 包括我們可能有最多攝像頭 我們有最多手機 我們還有這些 其實這種終端的 不同類型的智能終端 都包含很多很多傳感器 而每個傳感器都在不斷地 去獲取新的數據 所以中國在很多的 無論是應用場景 包括數據上 都變得更加豐富 量也更大 機器直眼在逐漸改變世界的同時 人工智能的另外一個領域 腦機融合技術也正蓬勃發展 畫面中 這隻猕猴正在用意念 操作機器手臂 只要機器手碰到了紅點 猕猴就能喝到水 我們把猴子當作 一個癱瘓的病人來看待 就是一些癱瘓的病人 通過自己的意念 然後去控制一些機械臂 去抓取一些水杯 或者一些食物 去完成它的一些 基本的生活需求 腦機融合技術 不僅將大大改善 殘障人士的生活 在未來透過腦機融合 來操控機械或其他生物 就像電影阿凡達一樣 將不再只是虛構的劇情而已 包含腦機融合技術等人工智能的發展 讓過去還只是未來的 變成了現在 只是在我們享受飛快進步的同時 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 面對那個監視無所不在 腦波可以被讀取 甚至用意念就可以操控一切的未來 這些都是全球從這一刻起 將要面對的課題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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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